我们现在进入type of root of quadratic equation 然后type of root of quadratic equation and value of discriminant 它是我们的quadratic equation 我们之前知道quadratic equation 它是ax²加bx加c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root的时候 它是-b加-4ac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一边我的这个b²-4ac 跟这个b²-4ac 是它的discriminate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参考书这一边 它就有给这样的一个discriminate的概念的图 然后在这个概念的图里面 我们的b²-4ac 当它是那个 这个它有分成就是说 当它是那个 什么大过等于0的话呢 它就有real root 小过0的话就是no real root 然后它的b²-4ac大过等于0 它等于0的话它就是to real and equal root 然后大过0的话呢 它就是to different real root 然后它的b等于0的话呢 它就是to imaginary root 然后b不等于0的话呢 它就是to complex root OK b等于0 b等于0 OK 好 来 这一些其实都不重要的 重点 其实我们 它的这一个东西 它就把它变复杂了 其实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这个部分的 我们其实只是看三个case而已 如果给我画这个图的话呢 我自己本身是分成这样 b²-4ac 我把它分成三个 OK 第一个它是大过0 第二个是等于0 第三个是小过0 然后大过0的话就to real and distinct root 然后这个是to real and equal 然后也就是一个root 然后这个是no real root OK No real root OK 你不可以讲no root 你要讲no real root 才是标准的讲法 然后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 大过等于0的时候 它叫做has real root OK 这样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它这一边有给我们这一些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呢 我们用570ms的 然后你用其他的计算机也是可以找到 然后等一下 我还是用回canon canon的比较方便 OK 然后570ms的我也有啦 但是我是觉得 在使用里面 OK 还是canon的比较好用 OK 只是它的东西很容易坏 那个是另一个问题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的这一个example 它的x2-4x加4 按mode 然后我再按第五个equation 然后我再按下去的时候 quartic equation 然后我这边是e减4 so e等于减4 等于4等于4等于 然后再等于 我拿到x等于2 然后它只有一个吧 你看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只有给你一个x等于2而已 它没有给多你别的东西 它就只是一个x等于2 然后它没有讲x1 x2这样 它就直接x等于2而已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看到它只有x而已 它没有写x1 x2的时候呢 这样你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root而已 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放成是这个 e等于 然后减5等于 然后再来6等于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3 OK x1等于3 你可以看到哦 它在这一边 它给你直接x1等于3 就是说它第一个root是3 然后过后呢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x2等于2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的底部那边 有写12的 它底部那边写12的话呢 就是说它有两个root 第一个root是这一个 然后第二个root是另外一个 它就这样12 OK 好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刚刚的这个是这个 OK 好 然后第三个的这个呢 我的这个是 a等于1 b等于0 c等于4 所以我在这一边 a等于1 然后b等于0 然后c等于4 然后再放进去的时候 你看它的2i 我们的计算机 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它连Imaginary 它都能够弄给你出来 看到 它是2i OK 然后这一个呢 是减2i OK 好 为什么我讲它厉害呢 因为我们在ms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它就会有问题了 OK 然后我们的刚刚的这个是1和4 所以我一直有讲 就是说你的计算机是用ms 但是新款的mx 我不懂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新款的mx 它只是换一个壳 然后不值得买 所以我就没有去买 OK mode 然后在这一边 equation degree 你看我刚刚的这个1减44 不要 1减56 然后1 degree2 然后1等于减5 等于6 等于3 2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我刚刚的这个我改成是1 等于0 等于4的时候呢 你看它有2i 也有 我不懂 其他的计算机有没有 其他的ms有没有 我电脑里面的emulator是有 有的话就OK 这个是1等于减6等于 然后13 所以1等于减6等于13等于 然后等于 那3加2i 哇 多么的强啊 它就直接出来了 这个3加2i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这样 3减2i 所以我们这边有3加2i 3减2i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 这样 OK 它就会拿到的是这个 没有 就是这样 我把这一条号码放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b2减4ac 是什么东西来的 你看啊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b2减4ac 就是说 我的b是在这一边 它的b是减4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 那一个modee 然后 它就是减4的square 然后减4 然后a c a是1 然后它的c是4 OK 你的b2减4ac等于0 你看它的b2减4ac等于0 这个 它的b2减4ac等于0 然后 等一下 来 我应该把这些全部放下来 这边 你看 它的b2减4ac等于0 然后我刚刚的这一个的话呢 我这一边我放的是 那个b是减5 然后a是1 然后c是6 OK 好 这样的话我拿到的是1 啊 1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 我的b是什么 我的b是0 所以我这边就有0square 然后减4e4 OK 然后呢 变成减16 所以它的b2减4ac 也是negative16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是e 减6 b2是减6 减6的square 减4e 然后13 OK 好 然后我拿到的是减16 OK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是我的b2减4ac 所以我们这一边的b2减4ac 是等于0 等于1 等于减16 等于这一个 这个是等于0 这个大过0 这个是小过0 这个是小过0 所以它有i的这个东西呢 是imiginary来的 这个是想象中的号码 imiginary 因为它的i是square root of减1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叫做complex number 然后不在你们的课程范围内 你可能到了form6 或者大学才会学到 OK 所以在这一边 为什么我们用的是b2减4ac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equation里面 减b没有问题 2a没有问题 可是我这一边 square root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square root 刚刚的 我拿到的是0的时候呢 你看我在这一边 我的square root 0 我就拿到0了 然后它就减0 减b加0 减b减0 然后它就两个都会是一样的 当它是0的时候 然后如果我刚刚拿到的是1的话呢 然后它就变成square root 1 加1减1 然后可是我刚刚的 这个是减16的时候呢 你看我放减16的时候 max erro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应该是怎样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 你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的mob 换成第二个 第二个是complex 然后你在按square root 减16的时候呢 它出来的就是4i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的root 会是那一个 square root减16 然后它那边会有2i 是因为它的a2乘1 所以它有i 我们的这个square root减1 它就是i来的 如果我按mode1变回 你的计算机变得奇怪的时候 你按mode1 然后你的square root减1 你这样拿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max error 所以square root减1 其实在complex的时候呢 它是i来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主要要把这一个 这一些背上来 1 2 3 4 OK 这四个东西 把它背上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它了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看 这个example14的这一边 OK 好 来 在example14这一边呢 它要你说到什么事情 它要你determine的 那个什么 determine the type of roots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quadratic equation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type of roots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拿它的b square减4ac 所以我的这个a的部分呢 它的a是9 b是减6 c是1 所以它会变成减6 square减4 9 1 然后36减36 等于0 所以它是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然后我的b的这个部分呢 我的2减3减5 所以它的b square减4ac呢 会是等于减3 square 减4 2 减5 339 减减加 然后40 然后它会变成49 它是大过0的 所以它是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然后我的c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边 它有这一个ex square 然后我的b square减4ac呢 它就会变成2 square减4e5 所以它会变成4减20 然后它会减16 减16它小过0 所以它是no real roots OK 好 所以我们就有2 real and distinct 没有 这个是2 real and equal 我前面这边写错了 OK 它是2 real and equal 这样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的答案是 2 real and equal 2 equal real root 然后2 different real root 然后no real root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example15 OK example15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东西 OK 它说determine the type of root o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跟这个 这个它比较特别的东西是我们有ax square 加bx加c这样的东西 我有ax square 加bx加c 然后在这边 它的a是4 然后它的c是等于9 然后它b没有 它b是0 所以我的b square减4ac 当它要你找它的type of root的时候呢 当它要你determine the type of root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找b square减4ac 所以你找它b square等于4 减4ac的时候 那0 square减4 4 9 然后4 416 没有 4 9 36 OK 16乘9 OK 在这边我直接就有mode1 然后16乘9 然后它会变成减144 减144 小过0 然后所以它是no real roots OK 所以它是no real roots 所以它在这边no real roots 然后它的root是imiginary OK Imiginary 然后它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 它讲是to imaginary嘛 然后它是to complex roots 其实imiginary而已也是属于complex 所以我们其实在课本里面 它没有讲到这样详细的 所以我们我不鼓励你这样写 因为课本里面没有这样写 OK 课本里面它只是讲直接no real roots而已 OK 它甚至能complex roots都没有讲 imiginary这一种东西它也没有讲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东西 我们直接写no real roots 这个就是最标准的了 OK 然后我们不用写更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这一边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我再进入下一个 OK 好 就B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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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